这么入神 一个小朋友画的 是不是很奇怪 你会怎么解读这幅画呢 我不是主修儿童心理 但是一幅这么灰暗的话 不应该出自一个小朋友手里 我要孩子画的是我的妈妈 一般上孩子都喜欢鲜艳亮丽的颜色 但是这个孩子竟然把妈妈的脸涂成黑色 给人一种害怕恐惧的感觉 也许是把自己所见完整呈现 儿童和成人在心理思维上 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一定要接触过孩子 才能够真正了解画中的含义 一个这么可爱的小朋友画 这样的一幅画 看了就让人不安 怎么样 还喜欢吗 装饰得很有格调 上楼参观吧 看来你已经收拾了七七八八了 还有什么东西要帮忙的 有啊 帮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整理好 放在柜子里面 好 不过你小心啊 不要撞坏我的柜子 你不是应该担心我的手 会被你的旧东西弄烧吗 担心柜子 你的手够硬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手出了 为什么你们女人老是喜欢 把单纯的意思给复杂化呢 你很多垃圾 我看丢了吧 有些东西有纪念价值的 你有急务屁啊 这么多东西舍不得丢 从表面上看 这应该是行为强迫症的一种 这类问题竟然发生在男性身上 我可没有心理问题啊 我只是念旧 像这本华文课本早已经绝版 小时候乱画的 好看吗 乱画的 其实也不算是乱画啦 小时候顽皮 不小心弄伤了妈妈 妈 当时心里很难过 很愧疚 可是又找不到人倾诉 本来想要画画抒发情绪的 只不知道根本就画不下去 就画成这样子了 画不下去 怎么了 又想要帮我做心理分析啊 今天我在托儿所 看到一个孩子也画这样的画 是吗 你画这幅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 我只是想把我所见的 完整呈现出来 邓先生 根据邓太太的医药报告 她患有末期口腔癌 癌症包也已经扩散到其他内脏 与她目前的病况 身体非常地虚弱 根本就不适合做任何的外科手术 我想你一开始就应该已经知道 她不适合动手术 可是 董特丹 请你去看一看她 也许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的答案会跟其他医生一样 来 谢谢 你 请 请 请你去看一看她 好 我才在真的很希望 有医生能愿意为她做手术的 我真的不希望再让她失望 请你答应我 帮她动手术好不好 送我解决你 好吗 请 你真的忍心看到一个默契病患 冒着生命危险 承受疲弱之苦去做整形 她可能因此在手术台上丢了面 这样你也不在乎 你以为我想的吗 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以为我看她这么辛苦 我不心疼吗 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也是帮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 我老婆你也只能不帮我 你为什么不帮她 妹 再帮我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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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妹妹 还没回家啊 她爸今早说 会吃一点来带她 等她爸爸来了 我们再走吧 好啊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恩 她就是那副黑脸妈妈的主人 你要不要和她谈一谈 好啊 娃娃很可爱哦 谁买给你的 妈妈做的 妈妈做的 我妈妈也会做哦 而且我的还有名字 我的也有 真的啊 你的娃娃叫什么名字啊 叫baby 你 哦 那你一定是baby的妈妈咯 嗯 我画我妈妈给你看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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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说 他做得好 走 桧 还没关系 你 什么 你的妈妈也躲起来吗 多个碳 要报警吗 你保证以后不再来打扰 我就不再追究 你再不出声 我就真的报警了 你有亲人 迷脸见人吗 我很久没有看到妈妈的样子了 我太太是个好妻子 是个好妈妈 为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们一家人 妈妈 晓恩 晓恩 你忘了爸爸跟你说过的话了吗 那你为什么要去房间偷看呢 我想妈了 爸爸魔鬼所要输在妈妈身体 他怎么还没走 他和妈妈在比赛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如果你去偷看的话 妈妈就不能专心和魔鬼比赛 就会输给魔鬼了 我不要妈妈输给魔鬼 那你以后不能去房间偷看了 知道吗 知道 来 睡觉 爸爸 你为什么不去救妈妈 爸爸还想啊 可是爸爸打不赢魔鬼了 如果妈妈输了 会被魔鬼抓走吗 那只要晓恩乖乖听话的话 说不定天象会掉下一个战事 会帮妈妈赶快把魔鬼赶走 真的啊 这是什么时候才掉下来呢 爸爸还不知道 爸爸 爸爸你看到的是要告诉我 爸爸贵的 来 睡觉 你只想远方 爱情很晴朗 小吻不如今 护着我们俩 把美梦受伤 以为是天堂 羽衣折切在你身方静静踏 却只能用目光在空中翱翔 还得乔装安分靠在你肩膀 我们放了爱 我们放了爱 为了爱 这不是我 应该怎么生活 放开爱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 你家人 上天才有这样就放了我 我放了 我放了 我放了